这个村庄每年都会牺牲一个花季少女,原因就是给镇守天水河的河神献祭,这样才能保证村里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然而,仅仅几分钟后,女孩就会被河神带走,从此也无音许,村里的人管这个遗事叫河神那妻,可奇怪的是,参加或者看到送亲疑似的人都会离奇死亡,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民俗秘密?这一天,河神又选中了村里最漂亮的女孩淋雨。 村里为她提前设立了灵堂,为淋雨举行葬礼,可就在送她上路的时候,恰好这一幕被村里的醉喊兴叔看到,她喝醉了,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河神那妻的日子,她还对了女孩喊道, 谁啊?谁过去了?淋雨啊,谁走完夜干什么去啊? 但接下来的一幕完全把她吓上,第二天,村里人都说淋雨是被河神那妻了,河神那妻讲究的是混走人流,所以村民们都会请人把尸体捞上来,老九是附近出了名的捞尸人,如今年事已高,下水捞尸的工作,竟然落到了徒弟小妍身上,看她背上的尸体就知道,她们是一个专业的团队。 哎,只要钱够数,何神我都给您捞上,在捞尸之前,小妍特意请师傅为她寄身,既有落水溺亡之人,便有捞尸归魂之徒,正所谓徘徊阳两界,出入天王燕门。 封向盾毁神,却见戏冤魂。 联王烧岸,何流门,无常见红,别留人。 做完一切后,小妍直接跳进河里开始工作,作为淋雨的好朋友小妍知道了这件事,她愤怒地指出,何神那妻根本就是封简迷信。 她是一名记者,她决定查出淋雨的死因,登报曝光此事,于是她就开始了调查。 她听说送亲那天,新书是唯一亲眼看到了何神那妻的人,于是她马上来到新书家里,试图核实淋雨是否被何神带走。 当她发现新书是有点困惑,她嘴里不停地喊着,整个人都很紧张。 这时,小妍的父亲村长及时赶过来,这才制止了发疯的新书。 另一边,尸体还没捞上来,村民们就为淋雨设置好了灵堂。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虽然小妍多次寻找,但尸体始终找不到,现在天色一万。 只能到明天再下去寻找,于是师徒俩就住在船上,只能明天继续找尸体的落水顶。 随着尸体的消失,可怕的事情连连发生,先是灵堂发出奇怪的异响。 吓着手灵人四色发抖,后来又到新书晚上睡觉时,她总是听到莫名其妙的声音。 星色,星色,星色,星色。 我掉进水里了,我好冷,星色。 当她醒来时,她发现一个穿着白纸衣服的女人,好像是二十年前嫁给河神的林秀。 行书被吓疯,她一看到女人就吓得瑟瑟发倒,还说林秀回魂了,她回来报仇了。 村里的二爷一听就慌了 以为是二十年前的林秀 变成厉鬼回来复仇了 他让村长赶紧准备祭拜一下和尘 村民们也很害怕 林秀嫁给了和尘二十年 村里一直年年有余 但今年却抓不到一条鱼 是林秀在作怪吗 这时村民人心惶惶 村长立即叫人摆起祭台 张罗打鼓起祭和尘的事 可谁知那天晚上 杏叔被吊死在祭台下 死后他拘着尾 低着头 一副请罪的样子 杏叔的死 小颜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想插手查一下真相 小颜也正在查这家案子 于是他们找到当年 给和尘配婚的媒婆 当年媒婆掐指一算 很久没给和尘献上祭品了 是时候为和尘准备一个媳妇了 而林秀八字枉夫 长得也不错 而且他是个孤儿 没有父母兄弟撑腰 是在和尚不过的人选 但媒婆和了这门亲事后 就得到了报应 导致他现在眼下耳聋 他知道这是死去的林秀 把他弄成这样的 他一个人住在庙里 在佛像的旁边 一直供奉着林秀的灵位 可就在小颜两人来找过他后 媒婆晚上变得自言自语 结果第二天 媒婆就死在庙里 也是被麻绳吊着 当村民们找到媒婆时 发现个星叔死状一样 他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奇怪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那天晚上 媒婆和星叔的尸体被收关起来 村长看着棺材 他觉得后背嗖嗖发凉 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对着二爷说 下一个不是我 就是你 村长的预感真的很准 晚上当村长回家 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 就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当他回头看时 他看到了他的女儿小妖 问女儿为什么穿成这样 但下一秒 女儿居然说了一些 让他毛骨悚然的话 二十年没见了 九哥 你还记得我吗 林秀 村长才发现 二十年前献给和神的林秀 附在女儿身上 村长连忙道歉 这时村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原来村长二十年前一直喜欢林秀 在小树林就把他办了 几个月后 林秀怀孕了 村长喜不自胜 马上去见林秀 当他向林秀表白的时候 没想到林秀直接拒绝了村长 只是因为他早就有了自己喜欢的人 谁知道林秀竟然在山上的小破屋里 养了一个落难的公子哥 更让他生气的是 林秀也说不出孩子到底是谁的 这严重打击了村长的心态 林秀大概是含爱这个落难的公子哥 他跪下求村长帮他隐瞒这件事 否则村民知道后肯定会把他进猪笼 村长恨林秀不检领 立即拒绝 但在他离开后 村里的几个小混混发现了林秀 看着林秀私藏男人 小王立刻起了心思 想趁机敲诈他一笔 我只是落难的少爷 我真的是分文没有了 求求各位哥 没钱 没钱把你们事捣了出去 林秀一听 立即跪下来 祈求他们高抬贵手 当然也没有同情心 他狠狠推了公子哥一把 结果公子哥的头磕到了石头 当场就领了河返 公子哥死后 二爷就怕 兴叔去找到媒婆 建议把林秀嫁给河神 村长也因为爱恨而决定报复林秀 他得不到的女人宁愿毁掉 也不愿让其他男人得到 之后 二爷和村长 小王 兴叔 媒婆 五人一起假冒河神 以河神纳欺的名义 直接把林秀扔进了河里 但他不知道的是 事实上 林秀附在女儿身上是小颜的一个计划 目的是套出村长知道河神背后的秘密 他来以为兴叔和媒婆也是被村长灭口的 但村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出于愧疚 村长来到林秀坟前忏悔 但没想到危险正在慢慢向他逼近 这是一个向河神的大毛怪冲下的村长 似乎想要结果他的生命 村长赶紧慌张的逃跑 就在河神准备再次出手的时候 小颜及时赶到救了他 今天看你究竟是人是鬼 小颜正要开枪 没想到被河神抓住了枪 直接把他甩了出去 小颜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 赶紧又开枪 却被河神轻松躲避 就在河神想逃跑的时候 潜伏在黑暗中的帮手 急是用大网盖住了黑毛怪 这是河神的身份被揭露了 原来村民们害怕的河神是男人伪装的 他的身份是村里富商老赵的首相 这是赵老板劫持的小瑶 以小瑶的生命换回属下的生命 但他为什么这么做 原来村长用河神那气的传说杀了林秀 但没想到被扔进河里的林秀没有死 而是被赵老板意外在河边发现 并把他救了 但林秀也给了很重的心病 赵老板以为他们可以一起生活 照顾好林秀 没想到林秀居然是个孕妇 幸运的是孩子也安全出生了 但不久后林秀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甚至每天给儿子洗脑 让他长大后杀死那些伤害过他的人 你长大以后 把我杀的那帮出手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把我杀的那帮 林秀把他的仇恨和屈辱 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后 他突然死了 这个假扮和神的人就是林秀的儿子 这时知道自己罪恶深重的村长 直接用匕首接管了自己的生命 以换取女儿的生命 赵老板见他这么诚心忏悔 于是就把他女儿的位置告诉了村民 人们从棺材里发现了小摇 还有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林秀也在这里 村长死后 二爷就接管了村长的职位 他把赵老板一拳关进了监狱 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 当他刚和属下小王回到家时 一个神秘人就从天而降 毫不犹豫地割断了手下小王的喉咙 他连忙逃跑 可林秀的仇恨如天水河 深不可测 只为牙还牙 还能解开心中的仇恨 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东弟 感谢收看